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八萬 當年輸是哪一條問題 你一定要銘記於心 那條問題是問台灣 你已經用了錦囊嗎 用完了 台灣有文化頑童之稱是誰 這些當然是找他 李奧 厲害 你知道我慘 我選了誰 你不是選了這個問題 什麼鄉盧 千枝慘 我選了那個香港作家 白仙蓉 白仙蓉台灣的 有兩片鬍子 馬什麼鬼 馬什麼鬼 香港哪有作家 李奧也不知道 還是台灣 李奧也不是這句最經典文化頑童 霸著史坑不阿史 他講的嗎 他就是當時 民國時期就是罵那些八股所謂學術人 他們是研究一些文化歷史考古 你這群人 押著那個領域 其實是有個通病的 這個是文化界的很大的問題 即是不讓人入圍 考古為例 我掘到那個東西 他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不成文規定 就是我掘到一塊的考古為物 譬如當土瓜懷的宋代虎井 誰先掘的 我的 就屬於我的 接著我研究 我好像德國一樣 都沒有發掘報告的 你都耐他不賀 因為這個不成文的江湖規定 你不知道我第31年有沒有 就是這樣 那你我就插些人 你霸著那個市 但是那個邏輯 你不是回答馬家輝嗎 是啊 我回答馬家輝 我們這些是PA 馬家輝很差 遲些找一些PA 玩百萬富翁 以我過度他不懂字 你盡罵 馬家輝也不是頑童 他都很正常 我不知道頑童的定義 是建制派 他北上賺錢 大佬寫文 你認識你的 人家周旁認識你 你也認識 我認識一點點 周旁出一條深一點的問題考他 八萬元的 出一條深一點的問題 最好有什麼古代作家 有什麼綽號叫什麼什麼 我打電話問Didi 剛才Didi答還是韜韜答 Didi回來了 韜韜只會答學民思潮 有鄭大大講話 鄭大大講話 李奧是Q的粉絲 偶像 馬家輝害我 我從小到大都看 例如鳳凰衛視電視台 鄭大大有沒有看 鳳凰衛視有一個節目 叫李奧有話說 我有看過 自說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 我輸了之後真的 OK的 這個節目 李奧真的自己自說三十分鐘 以鼓奉金 好啊 我再聽到